如果要传递那个参数 多半还是会做个表单 让使用者就key这些资料 甚至将来不用key 反正你就站在磅秤上面 站在身高测量以上面 反正答案就出来了 你也不需要去key 所以未来的输入界面的话 应该会更多元一些一些 像我家里有个什么小米的体重计 有没有 那个小米体重计你称上去 手机上面就会显示你现在的体重 然后每一次称 就会把你的体重给记录下来 然后你的体重就会高高低低的 就有个表每天称的时间不一样 然后就会有一个记录在 你就知道说你这个时间变胖了 下一次应该要更瘦一点 所以每天每天看一下 如果你的体重有往下掉的话 那表示你已经是有进步的 还蛮好的 所以现在很多那个什么小米手环 有没有也是一样 然后小米手环 我自己有一个我太太有送我一个 只是我有时候懒得带她 她当然如果你们用过 应该都知道 至少可以测量你的 比如说睡眠时间 还有心跳 心的好像也可以测血压 不过不知道准不准确 但至少这些东西 未来应该会在生活里面 不断的应该会 每个人应该都会有 而且以后可能不见得一定要到医院 才能知道你一些生理的状态 可能当你还没有生病之前 她会跟你警告说 你可能你要注意一下 你的哪些身体 可能会出一些什么样的状况 也许预防剩余治疗嘛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BMI 那首先我们前面有一个BMI的练习题 那一样是输入用input 但是我要把它改成网页上面的话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跟它做一些互动 所以我们可以分阶段来完成 我讲过啦 Holo1234嘛 那你不要一下跳到4 有没有 那那个胖子的那个图 其实是最麻烦的 那个图啦 那那个图部分的话 我也放在云端上面 我跟各位讲 这个BMI的图 不见的一定要用我找到的 你可以去找你喜欢的图都没有关系 反正我只是说要把每一种的体重 让它用图来表示会更加的生动 比较能够用眼睛看马上就知道了 因为现在人还是不喜欢看太多的文字 图的话有时候反而比较直觉 OK 所以第一个我希望怎么样 可以把它做出来类似这样这样 OK 那这个当然我字太小了 可以把它放大一点点 OK 首先的话呢 我希望在这边输入一个什么 它的UIL是BMI 然后面的话呢 我一样传递两个参数 那传递的方式 当然我讲过两种方法 那哪一个方法好 你就用哪一种方法都OK 不过后面如果要配合表单的话 恐怕要用Gate会比较OK 因为表单里面的话 一样是从那个缝传递参数过来 我去接他 OK 那接的方法特别注意 一定是一个问号 加上第一个参数名称 加上他的词 然后end符号之后的话 再加上第二个 那我把这两个词给get down 再算出他的BMI 并且得到那个结果 评语是过轻还是过重 大概就这样 其实就是把我们之前做练习 把它搬到Jungle而已 那你要能够第一阶段OK之后 我再建议你再往第二阶段走 否则的话你很容易出错 因为底下我们还要再放图 不过我觉得可以按部就搬 最后当然还要把什么 把这个W跟那个H 把它改成你要做个表单 那那个表单里面的话 要让人家用输入的 输入第一个 输入第二个 按一个3密 用一个确定 再传递过来 再做结果 甚至未来你也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BMI记录下来 那记录下来你恐怕 会需要有一个资料库在背后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 会把那个之前讲过 那个SQL Live部分再加进来 那首先我们第一个阶段来看一下 应该没问题啦 只是说我把那个重点讲一下 一 所以未来 我还是习惯用标准化流程 反正我就step by step 只要第一个step OK 再往下走 你只要那个step没错的话 应该程式也不太容易出错 就怕说你跳太快 一下跳到太后面 一让马上一定错 所以我习惯就是一 先确定我要做什么 二 那我如果说我希望用那个Response 用那个HDP Response 丢字串就OK 因为这个其实没几个字嘛 所以我们首先第一个 确认我要做什么 第二个的话呢 那我们一律会先从View开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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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